99%勝率上S 還記得我們在改版之前 拍了一個超特殊的打法嗎 76連勝 99%勝率上S的超特殊打法 沒有錯 就是提咪養豬流 但是從頭到尾都是養著打野 打野不管是在傳說對決任何版本 在經濟以及經驗 都是所有路線最高的喔 官方在這個全新的傳說對決改版裡面 讓打野刀有個全新的效果 叫做千讓 當打野帶著打野刀附近 有著隊友的時候 你獲得的經濟以及經驗 會直接減少50%喔 但是今天我們找到了 全新的破解方法 今天呢是排位賽重製的一天 那我們在開季呢 直接打了10場 我們的勝率高達8成喔 其中有兩場是遇到真的開學特殘 讓我們兩個都沒有辦法逆轉的戰局喔 今天這個打法呢 如果你比官方早看到的話 我只能說你真的太幸運了 趕快找你的朋友用這個方法 因為經過我跟德凱的測試 這個方法在改版之後還是能用 只是用的方法要比較特殊一點喔 在玩這場之前呢 我必須說這個全新的傳說對決改版 真的是太好玩了 尤其是在排位的一開始的選入 真的是超清楚 而且我更喜歡的地方是 一開始的Ban角直接3Ban 不用在那邊倒數來倒數去 真的是有夠麻煩的喔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恰恰 大家好 這個打法呢 稍微比較特殊一點 我先來講解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喔 上一個提米的養助流 很明顯的就是被官方針對 謙讓這個效果呢 就是打野旁邊有人的時候呢 你所獲得的經濟以及經驗 只會有50% 官方就是怕 太害怕 很多玩家直接帶著提米 一路農上去喔 那今天這個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跟著打野呢 因為一開始我們的打野 不買打野刀喔 直接預設雷電擊喔 這是一個遠戰打野的配置 如果你是近戰的話 可能要想另一種的打野配置 我們先來說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配置喔 首先你要知道傳說對決 比起經驗的差距 經濟的差距才是更可怕的 提米的被動效果 可以讓附近的隊友增加20%的經濟 我們就舉個例子好了 像打野刀喔 可能合到三階需要1500塊 但是呢 雷電擊三階 卻只要1750塊 這個20%的經濟差距呢 就能讓我們的打野 第一把雷電擊直接直上喔 而且老實說 前期打野刀的效果 除了增加你的攻擊速度 或是攻擊力之外呢 好像也沒有什麼效果 就是那些 超級沒用的被動效果 不能說沒用啊 不過打野刀真正的效果 強的地方呢 是直接增加你對野怪 以及你獲得的經驗 但是經過我們實測 用這種全新的不買野刀的打法呢 還是一樣啊 打到這邊還是上四級 是因為剛剛我有失誤 沒有幫德凱戰道區域 所以直接被拉茲 搶了一個紅buff喔 正常來講你真正這樣 就算一開始不買打野刀 打到下面去的話 還是一樣可以上四級 所以各位千萬不用擔心喔 你想想看 每一波兵的經濟都直接差20% 再加上野怪給的經濟喔 那真的是差非常多喔 那今天呢 我們用一個超高勝率 代表我們已經在排位實戰庫 覺得這個方法可行 才跟大家分享喔 如果你有什麼更好的想法 或是建議歡迎 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打法呢 在出完雷電擊之後呢 在遊戲時間五分鐘 不管怎麼樣 你就要開始出你的打野刀了 因為千讓的被動效果 是在遊戲時間前五分鐘 會直接消失掉 消失掉之後 你還是需要打野刀 因為這個版本的傳說對決 我必須要跟你說 這是一個打野要帶動節奏 所以你打野的速度要更快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看影片 看到現在的話 我只能說 全新的魔龍 真的非常重要 全新的魔龍呢 你打敗他之後 會有一個加 加Buff的效果 這個Buff的效果 會讓你增加野怪的輸出30% 這真的超級快的 全新的版本 我覺得比舊版好玩太多的原因 是因為節奏真的變得太快了 各位 每一場呢 你都能體驗到什麼叫做激戰 你可能會魔龍打完 直接打凱撒 然後你龍腕一輪野區 哇 下一輪的魔龍凱撒 又要出來了 這個版本的魔龍 以及聖光魔龍 真的太重要了 尤其是遊戲時間八分鐘的 聖光魔龍 他的那個聖光Buff的加成 5%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而且三秒就可以放一次喔 你想想看圖倫角蘭 拿這個Buff的話 豈不是整場跟鬼一樣喔 所以這個打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前五分鐘 打野不要買打野刀 直接上雷電擊 或是你想要出的武器 出完鞋子 遊戲時間五分鐘之後 再慢慢出你的打野刀 因為打野刀的效果 除了讓你有寒冰制裁之外 以及對野怪能打出更高的傷害 獲得更高的經驗 我們打了八場 其中八場全部都是經濟碾壓 對手打野至少三千塊起跳喔 同樣的打野的裝備 兩個打野碰撞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有更高的勝率 可以直接打爆對手 而且由於輔助 從頭到尾都跟著打野 所以你的輔助的經濟 會比對面高非常多喔 我們兩個 我跟德凱討論 我們都非常喜歡 這次全新的傳說對決改版 這個讓我們重新找到了 玩遊戲的熱情 因為這一次算是一個 激戰版本 在這個版本當中呢 你要一打五 真的非常困難喔 如果你老是遇到那種 在線上不斷農的隊友 在這個版本 你會打得非常吃力 因為在這個版本 會非常頻繁的魔龍跟凱撒的會戰 那在今天更新遊戲的小夥伴呢 可能在進去遊戲之後呢 你要把遊戲的最高配置下載一下喔 因為這次官方為了講求更快速的更新 讓大家能夠更快的玩遊戲 所以一開始的配置 像是高畫質啊 都是要進遊戲才能下載的喔 如果你直接更新遊戲 就去玩傳說對決 然後發現 你的遊戲怎麼有點像Minecraft的感覺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在你下載玩高畫質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 好像也沒有特別的耗電 玩起來非常順 很明顯官方有針對 這一次的全新畫質 做一次全新的優化喔 我反而覺得比改版前更順喔 但是唯一讓我很不習慣的地方 就是大廳變成一大堆按鈕 還有排位賽的選角界面 變得超級小 我今天在找角色的時候 哇 超級不習慣 不過玩十場之後呢 其實就很順啦 沒有什麼差別喔 其實我沒有在討論另一個 更狂的打法 就是有點像是養射手的野豬流 這怎麼說呢 就是讓你們養的射手 一開始就去打野 但是他不買打野刀 反而是讓輔助買著打野刀 跟著射手去打野 這個打法還真的是非常有搞頭 有點像是以前緊打野的那個套路 只是套用在射手版 相信未來職業才 說不定這個方法是有機會直接出來 欸 莫托斯 莫托斯的大絕招 直接被我中斷喔 你可以看到 現在是遊戲時間的六分鐘 1比5 我們為逆風 但是我們完全不害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經濟 永遠是領先對方的喔 只要在了提米的那一邊呢 你們經濟永遠都是獲勝的那一邊 但是 你要注意的地方是 你想要看 呃 應該說你想要打的是哪一種流派喔 像德凱他打的流派 是穩穩經濟流 我就是野怪出就是農 一直農 一直農就對了 農到對方追不上你的經濟 哇 剛說 就直接被對面的納克羅斯 直接給擊殺喔 今天我們在打的時候還想說 哇 開學囉 抽牌位囉 結果還是有遇到那種開學特產 還有那種 我們在打牌位喔 開場就選他不會玩了 就說 欸 沒關係 我選這隻代表我們要輸了 雖然最後那一場是有贏啦 不過就玩得很不是滋味 1比8 遊戲 逆為逆風了嗎 其實這個版本的傳說對決 我覺得要逆風很難 應該說永遠有逆轉的機會 像是不管怎麼樣喔 你們只要拖到 遊戲時間的15分鐘 最終的魔神凱撒 你們只要能夠搶到他 喔 那個魔神凱撒 他還會回血 各位 就是他在走的途中 自己還會回血 那個屬性真的是 我只能說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講 好強喔 而且聖光魔龍也是一個必爭的喔 只要你們在8分鐘 能夠搶到聖光魔龍 就能很高的機率 移入大順風把對手直接打爆 我覺得他比以前聖淵魔龍好的地方是 以前聖淵魔龍可能給予坦克的是一些 沒有實際操作或是 應該說是那些穿透啊 你完全感受不到 但是這一次的聖光之雷 那個電到對手頭上 喔 頭上一個電喔 那真的是很有感覺 傷害有提高蠻多的 而且在搶完魔龍之後 馬上打凱撒 你有那個buff 可以增加野怪的額外傷害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debuff 好像是官方沒有介紹 就是當你打完魔龍或是凱撒的時候 你會有個減50%傷害的debuff 這怎麼說呢 我解釋一下 可能就是你打完魔龍呢 你想要去打凱撒 但是你身上會有個buff 就是你對凱撒的傷害會降低50% 或是假如你先打凱撒 再去打魔龍的話 你會有個降低魔龍50%輸出的一個debuff 官方應該這麼設計 是怕一路順風到底喔 所以魔龍被搶 不要在意直接去凱撒賭對手一波喔 今天這次的改版呢 我知道大家可能今天還在上課 沒有辦法玩到最新版的傳說對決 但是你只要一上線 你就會被這個版本震驚啦 真的是太好玩了 各位 而且這個版本感覺是有點玩不膩的喔 今天排位重置喔 你只要呢在重置之後呢 能夠打到S排一星的話 你好像就在伺服器的前50名喔 趕快趁現在充排位啊 而且現在S排的50顆星呢 有一個特殊的新單位 昨天有介紹過 而且他也有全新的框框喔 所以大家記得趕快搶起來喔 好這邊呢 直接幫德凱的兔兔砍傷害喔 直接貼進去 這不就輕輕鬆鬆的 把對手團滅從一開始 遊戲逆風 這邊我失誤了 我想說給他打一下 觸發我的火火 結果自己搞笑了 各位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跟著全新的 哇 這個凱撒 凱撒抽筋是不是啊 凱撒超硬的欸 所以八分鐘的魔龍跟凱撒 真的都超級重要的喔 所以全新的版本喔 如果你在改版前是那種 完全不去幫忙打魔龍 或是凱撒的 你們的打野在這一個版本 會過得非常 非常的辛苦啦 該怎麼說呢 應該說這個版本的傳說對決 更依賴的是團隊合作 而不是單人操作喔 其實傳說對決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推塔遊戲 但是事實上 你可能在星耀以下的玩家 幾乎都是想要打架 可能你殺了五六顆人頭 你就整場就要追著別人打 我覺得傳說對決 在我心目中 比較像是一個推塔 以及農經濟的遊戲 你要有經濟才能夠打爆對手 好 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哇 這個安奈特 開啟了這一個大絕招 沒有救到隊友沒有關係 那我們直接跟著隊友一起進去 這一場不就輕輕鬆鬆的 把對手給擊敗了嗎 這一場呢 我們打了一個 1-1-17喔 我們總共參與團隊 是100%的參團率喔 好啦 在開場的前十場呢 我們就拿了一個八成的勝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這一場的出裝魔紋奧義 其實用全部最強的提米就可以了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